第二展览厅主要展示吴冠中最擅长的水墨画 这也是他的作品当中最著名的风格 而在吴老的水墨世界里 风景显然是他作品中的常客 两位 你们知不知道位于中国湖南世界遗产 张家界会在世界出名 吴冠中吴老先生是背后的幕后推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难道他把那里的风景画得很美 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二十年前 他首次收邀到张家界作画的时候 他被他的美深深地吸引住了 感动到写一篇文章发表给报章 从此之后得到了世界很大的回响 张家界一夜成名 哇 没有想到他水墨如深 连墨水都这么好 那是当然的 不用怀疑 来 慢慢欣赏这幅画 张家界 阿哥 真是要感谢你的介绍 看了那么富有创意的作品 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 哦 你不是要叫我摆什么奇怪的知识吧 放心吧 我才不会那么野蛮 那还好 那还好 我只需要买很多很多的墨水画笔 还有五彩缤纷的颜料 我想五老伯伯看齐学他那样用 好 这样好 这 这 这 好 你不要跑 诶 这个没有良心啊 你去哪里啊 这种东西呢 我们就叫做行为艺术啦 行为也可以是艺术 记者 行为要怎么成为艺术 我们又怎么知道自己的行为算不算是艺术 对 这个小小东西啊 这个行为艺术呢 其实就是要你静静地闭上眼睛 然后用你的这个思考去感受艺术家的想法 OK 喂 我以为你要逃去哪里 只是过一条马路你就停下来了 那当然要停下来啊 已经到了学校啦 蛤 这里也是学校 对啊 刚才是中学部啊 这里是小学部 什么 从大学到中学 现在又到小学 哼 李老师 你的美术课会不会太另类啊 那是当然了 不用讲的 那我告诉你呢 这里呢 就是刚才在对面中学部去年刚刚开幕的分馆 你不要以为小学部所展览的东西都是小儿哥 其实里面所展览的都是比较前卫 比较另类的艺术 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所不一样的 嗯 什么歌不一样呢 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 等等等等 不要再为什么了啊 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就知道了 OK Let's go AQ 当代美术馆 因其地址得名 是新加坡美术馆展示当代艺术的崭新分馆 作为公教附小的旧校舍 这些昔日学堂经过一番拯修之后 目前已成为新媒体艺术新锐 展现无限创意的最新热点 哇 这里依然保留其日校园的气息 而且参观这个展览还要进去一间一间的课室里面 好像是去上课耶 没错 只是你不知道进去课室的时候是上什么课 不过也没关系 因为不用做功课 对不对 耶 我喜欢 那同学们你们想不想上课啊 要 Let's go 海外如归 是以五位长期驻扎国外的新加坡籍艺术家为焦点 将他们过去为国际观众创作 并在海外亮相的作品带回祖国 让本地同胞也有机会观赏到他们在海外建立的艺术成果 喂喂喂 嗯 我们是不是走错客室啊 这里呢 除了椅子 桌子 还有杯子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咯 那艺术品在哪里啊 赖同学 不要怀疑 OK 请你睁大你的眼睛看一下 这种东西呢 我们就叫做行为艺术啦 行为也可以是艺术 弟者 行为要怎么成为艺术 我们又怎么知道自己的行为算不算是艺术 对对对对 这个小小同学啊 这个行为艺术呢 其实就是要你静静的闭上眼睛 然后用你的这个思考去感受艺术家的想法 OK 嗯 哇 叫你感受你睡觉 我感受睡觉 林荣华这个名为最后一滴的行为表演艺术 通过水流水滴为表演核心 利用非常简单的道具 以字编的微软优美动作 营造出一种超然空旷的意境 这项表演从未经过任何彩排 而表演者还被因场地的本质和现场观众的反应 产生不同的衍生表演 因此没有一次的表演是重复的哦 哎 告诉你们两个 这位音响艺术家呢 是通过声音来和空间还有观赏者取得活动 那么他的表演很特别 你们是看不到摸不着只能用听的 哎 你们刚才两位请问听到什么 哎 我听到蚕叫 鸟叫 还有风叫 哎 你呢 电视坏掉的声音 啊 啊 没关系 我跟你们讲 其实在里面呢 有一个声响空间 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之下呢 好好地去欣赏这个声响艺术 哎 来 哎 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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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这项演出的重点在于聆听这门实验艺术 感受声音空间 通过体验前所未闻的各种声音效果 营造一种另类的听觉体验 在这里 大自然的雨声 风声 鸟蹄愁鸣 以及熙来攘往的人潮交通声 这时都成了抽象讯息的传达者 哇 下课了 明天爸爸妈妈终于要来接我回家了 耶 好想念你们哦 真希望明天可以快快到来 虽然回家很开心 不过 心里也有一点舍不得 因为Uncle Lee和管美人他们真的好棒 这几个星期跟他们一起参观大小展览 真的看到也学到很多课本没教的知识 以后爸爸妈妈你们有空 一定要常常带我到博物馆走走 我相信你们也会跟我一样 很快就会爱上他们了 音乐 Zither Harp